眼见着连Bug的规则系能力都无法击败巴布鲁 高长空与兰斯洛特的心中开始变得有些急躁 虽然不知道此时圣灵殿的高层正在发生什么 可是这里的诡异气氛他们能够察觉到 在这里每多浪费一秒钟都有可能带给他们巨大的损失 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难杀啊 全力输出我就不信他 兰斯洛特的话语说到一半就卡在喉咙里 他本想说我就不信他能一直这么坚挺 然而按照对方的能力来看 只要不能够在一分钟的时间里将对方杀死 他就可以永远维持在巅峰的状态 而他们三个人却根本办不到 张义缓缓站起身来收起了那把巨大的狙击枪 他知道继续这么打下去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战斗的时间越久 他们想要击杀巴布鲁将军的难度就越大 到了现在还想着保留实力 绝对无法战胜敌人 我本来是不太喜欢这么玩的 张义轻叹了一口气 随即看向脚下的花花说道 不过现在我们得考虑去跟他玩进战了 花花喵呜一声作为回应 随即他巨大的双翼翼展迅速冲进了神殿之中 高长空宇兰斯洛特看着加入战场的张义与花花 知道张义是放弃远程攻击 打算近身搏杀了 只是他张义的近战实力貌似并不出众 张义也不多说废话 右手的树中箭迅速蔓延出大量的藤蔓 直接沿着宫殿的墙壁地板蔓延开来 他一步步向前走去 左眼当中黑暗的光线开始迅速地扭曲 十只爪 他的话音刚刚落下 一种扭曲的力量瞬间从他身上爆发出来 笼罩住了整个宫殿 巴布鲁眉头一皱 当这股力量袭来的时候 他并没有感觉到身体上的任何不适 可是下一刻 两道灵力的剑锋忽然袭向他的脖梗与后腰 巴布鲁的瞳孔微缩 剑锋的冷冽 让他浑身的寒毛都要立了起来 十只爪的能力是以张义自身为中心 对特定区域的一切事物施加时间减速的能力 身处十只爪 张义可以决定谁会被影响到 谁又不会受到影响 被影响之人不会有任何异样的感觉 在他的认知里面 时间流速是正常的 但是在张义 以及不被张义能力控制的人的眼睛里面 其他事物的速度都会减缓30% 单纯看数字 这并不算是一个十分夸张的减速 但是记住 这个减速是按照比例来计算的 所以此时此刻 对于巴布鲁而言 他所面对的所有人 速度都得到巨大提升 所以高长空和兰斯洛特的攻击 也变得更快 更狠 张义与花花也加入了战斗 此时的张义已经没有了其他顾虑 因为他已经彻底弄清楚了对方的能力 在他发动能力之前 我会提醒你们 被提醒的人 只需要及时收手即可 巴布鲁现在 唯一可以反击的手段 就是对他们进行空间置换 来让他们彼此攻击 可张义能提前两秒钟预判他的行动 给其他人做出提醒 这一招 就让巴布鲁的能力失效 果然 巴布鲁以一对四 而且受到十指爪的影响 很快落入了下风 身上沉重的铠甲 被各种武器劈砍 留下恐怖的伤口 他果断发动了能力 在高长空一剑刺来的时候 与张义互换了位置 可高长空与张义早就有所准备 张义出现在巴布鲁位置的瞬间 二人同时改变了攻击的方向 将手中的武器对准巴布鲁 黄金圣剑与束中剑 同时击中巴布鲁的身躯 他的突然袭击 报应到了自己的身上 一时间躲闪不及 反而是被狠狠轰飞了出去 去吧 绞杀他 张义控制着树中剑 蔓延出无穷无尽的绿色藤蔓 从各个方向包围住了巴布鲁 一条条粗壮的藤蔓 缠绕住了他的身躯 巴布鲁奋力挥舞手中的战斧 强大的力量从他的身躯爆发出来 将这些藤蔓纷纷震碎 但是下一刻 四人的联手攻击再度袭来 时间回溯 巴布鲁不得不再度使用时间能力 因为他一把战斧 根本挡不住四人的攻击 身躯被打得伤痕累累 血流如注 刹那时间 他恢复如初 这一次 你还能撑过60秒吗 张义冷冷地说道 四股强大的力量 早已经将巴布鲁团团围困在中央 高长空与兰斯洛特是主攻 而张义此时 主要利用树中剑封困巴布鲁 已经用能力预延他的动向 花花则是侧应攻击 这一回 巴布鲁的能力彻底暴露出来 就像是脱光了衣服 展现在几人面前 他的能力被破解 无法再轻松惬意地战斗 反而是打得越发吃力 同时面对四名伊普西龙 还能够支撑如此之久 他原本已经足以自傲了 但是冰冷的现实 呈现在眼前 哪怕是能力逆天的那世王国 第一将军 也无法逆转必死的命运 三人手中 冰冷的武器 与花花的爪牙 无情地厮舍他的身躯 让他双拳难敌六手四爪 最后一次施展 时间回溯之后的第52秒 他被四人合力击杀在了 圣灵殿的入口处 刀剑割碎了他的战甲 露出了一副 貌不惊人的三眼足躯体 这副身躯上面 密密麻麻 有着上千道伤痕 鲜血如同泉水一般 沿着他粗壮的双腿流淌下来 他没有倒下 只是手中的战斧 重重地垂落在地 双眼当中失去了焦距 虽然杀死了这名敌人 可张义几人的心中 却并没有太过轻松 因为杀死他 太难了 在他要害的地方 他们足足留下一百多道 恐怖的伤口 才彻底解决掉了巴布鲁 如果再给他几秒钟的时间 让他恢复到全胜状态 那么结局会怎么样 谁都不清楚 不过看着这位黑战车级一人的尸体 兰斯洛特的眼神格外的激动 这位的本员 如果可以吸收掉 那么对他们的实力而言 都会有巨大的提升 加上之前吸收过的 王国大将军的本员 等到他们彻底吸收了这些力量 不出意外 都可以达到黑战车级的水准 只是 本员只有一份 现场却有三家力量在 要怎么分呢 圣灵殿的守门人 巴布鲁将军 终于被杀死了 过程虽然艰难了一些 但到底是成功了 没有人 能够再阻拦他们前进的脚步 然而 当共同的敌人 失去以后 他们彼此之间的竞争 就变得明显起来 巴布鲁将军的本员 可是一名黑战车级一人的本员 谁都想要 三个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就连花花 也是争着异色的双瞳 眯起眼睛 打亮其他两人 现在 似乎不是我们战斗的时候 张艺淡淡地说道 但是 他的本员 又该归谁呢 蓝斯洛特的脸上露出 皮笑若不笑的表情 高长空微笑道 很可惜 艺人的本员 难以分割 不然问题 就容易解决了 张艺开口说道 那可未必 此言一出 蓝斯洛特与高长空 都有些诧异地看向张艺 张艺说道 艺人的本员 本质上 还是一种特殊的能量体 当然有储存 并且分割的办法 我身边有一个艺人 研究出了这种技术 张艺指的 自然是陆可燃的能量 储存技术 这种手段 还是当初 为了容纳 纪里之灵的力量 而研究出来的 你能够保证 均匀地分割成三份吗 高长空提出疑问 这个时候 蓝斯洛特举起右手 这一点 我可以代为监督 既然是能量体的话 只需要监测 能量反应程度就好 我们不列颠尼亚 有这种的技术 张艺瞥了他一眼 心说 在我面前 你装什么呀 即便不需要那种技术 我们对于本源的 本能判断 也不会出现太大的偏差 而且 有句话你说错了 张艺看 像高长空 微笑着 伸手抚摸起了花花的脑袋 我这边是两份 所以需要分割成四份 高长空与蓝斯洛特 有些极度地看向张艺 伊普西龙如今 是世界最顶尖的战力 人类这方面的 强者数量 大概都不到50人 可张艺 他竟然拥有一头 这种级别的战手 实在是让人羡慕 经过他们一番讨价还价 由于花花的异能指数 只有一万三千点 出力较小 所以 最终的分配方案 张艺一个人 拿走了40%的份额 其他两人 更拿走30% 陆可然 被张艺喊出来 负责进行本源的 收集与分配 看着张艺的影子当中 跑出一个 留着短发的干练少女 高长空与蓝斯洛特 又有些酸了 空间细能力者 真是太方便了 鬼知道他们大老远地 跑到这里来 还需要随身携带 大量的物资 有多麻烦 食物 药品 武器 这些东西 只能够自己背着 为了最大化的节省空间 他们吃的东西 全是压缩后的 只能够提供能量 基本上没有啥味道 而且 由于需要带上下属 还得考虑他们的安危 再看看人家张艺 恨不得把自己家的房子 都给塞进来 从来不需要考虑 节约空间 遇到危险 把所有人往空间里面 一扔就搞定了 两个人越想心里面 越不是滋味 很快 陆可然就完成了 本源的收集与分割 三份本源 被放置在特制的 半透明罐子里 张艺将罐子 丢进一空间当中 随即目光转向 前方那扇紧闭的大门 从这里进去 才是通往圣灵殿 高层核心区域的 真正道路 走吧 来到地下这么久 我们也该去瞧瞧 这座内十国的圣殿之中 到底有怎样的存在 张艺的语气 非常认真 他的脑海当中 浮现出了 秦岭地下的 神秘金字塔 在对比这座 简直要通天的圣灵殿 他已经有了一些猜测 众人的身后 圆桌骑士团的成员 以及顾曼 都缓缓走了过来 看着巨大的殿门 他们的眼神当中 既有紧张 又有期待 总感觉 门后面 会有非常危险的东西 光辉骑士 兰马洛克说道 张艺也遇了一句 如果害怕的话 现在离开 也来得及哦 兰马洛克 脸色一凝 有些生气地说道 都已经到最终关卡了 如果不打完 BOSS的话 可是玩家最大的遗憾 那还等什么 我们走吧 兰斯洛特说着 扛着自己的骑士双手剑 率先走向大门 张艺与高长空 也不愿意落后 一步步朝着大门走去 张艺的心中 帝恩赐地重复 他心中的计算结果 从进入魔渊之下起 我就对那世国的实力 进行过测算 对比的参照物 是秦岭之下的 神秘蛇人不足 物骨深渊 我只见过明府守门人 而未见过他的族群 所以无法明确对比 遇到紫色金字塔的时候 出现的守护者 都是队长级的人面蜘蛛 后来出现的白龙子 当时给我的感觉 起码是三万点以上的 主教级艺人 可现如今 我的实力接近两万点 我才意识到 他的实力 绝对不止那么点 起码也得在四万点以上 甚至更高 才能够达到那种 让我完全生不起 反抗念头的强度 三眼族人虽然强大 普通的三眼族士兵 都有调查对一般队员的实力 但与人脸蜘蛛相比 则差距过于巨大 包括我们在纳士国 遇到的伊普西龙级艺人 实力仍然在战车级别 任何一个势力 强者的实力 都会呈现出 金字塔形态分布 层层递进 很难出现 断层领先的强者 因为这并不符合逻辑 所以 纳士国最强大的艺人 大概在两万五千点 考虑到类似 纪里之灵的物质 最多也只能达到 三万点左右的水准 而这个水准 单单凭借我们几个人 已经无法战胜 不过 那又怎样 张义的嘴角服 现出一抹诡异的弧度 有这几个家伙 当炮灰 我的能力足够支撑 我逃离这个区域 如果事情的发展 比较理想 落着那个家伙 成功得到了 密宗的那股力量 也许我能得到 更多的东西 密宗谋划了千年 不可能完全没有 任何准备 所以 最差的结果 今天他们全都死在这里 我活着逃出去 我是不介意 拉他们给我垫背的 反正他们 没我跑得快 张义漫不经心地 打亮了眼周围 圆桌骑士团的成员 与高长空可怜的二人组 都已经被他算计上了